哈喽,我是简,我现在嗓子肿了,这两天好像身体不是很好 然后现在一直在学习,上了早上十点出门,然后一直上课到三点 然后现在回到家里之后,现在是晚上十点,我大概从六点一直练练练 然后中间还录了一个视频,就是练习那个艺术指导的视频 其实期间无数次我特别想睡觉,然后室友不在家正好,我可以睡觉 但是我就想,如果我睡了之后,我可能要到第二天八点,七点早上才行 然后我离考试只剩下了三天的复习时间 我就觉得自己就不应该躺下 然后我就选择坚持坐在这儿 然后自己搞了一杯这个咖啡 现在在喝 然后我发现虽然我很累,但是我只要坚持 我的脑子还是可以运作,我还是记住了很多东西 我就很开心,很高兴 然后我又打开微信之后 就发现那个,就很多不开心的事情 就比如说,我很喜欢的人呢,还是我的朋友 就是在和别人玩,或者和别的女孩在一起 然后刚开始我有点心情不太好 然后但是现在就是,我觉得就是一切跟我都没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就是,就只有当下说是我尽力了,才能给我三十岁一个答案吧 我现在就是偷得懒,我以后肯定是要还的 我选择就是自律和坚持 不想被过多的负面情绪干扰 虽然我自己很疲惫,但是没有办法 有些人体力比你好,他还在坚持 就是这样,生活可能真的就是这样 就经历很多之后,就变成熟了,感觉自己 最近听了一个小视频,可以让我改善一下心情 就是说看一看它 今天还有一件很开心的事 本来就是心情不是很好 然后去商场,我说我买的这个手链有一点那个大了 他竟然给我换了一个小,然后把我这个珠子卸了 换到一个那个小的链上,然后我就挺开心 其实生活很多事情还是有快乐的,需要自己去寻找吧